那个我们搞种植啊 一定要记着不能太贪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刚才就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 泰哥你能不能够推荐一个番茄的品种 一定要口感非常好的那种番茄 但是产量一定要高的 然后我就原话直接说 我说你太贪了 因为市场上的番茄 实际上分两类 一种是菜番茄 就是那种大的 单锅重300多克 半斤多 一种是好比我们这种 采用无土栽培的 这个水果型番茄 这个单锅重多少呢 平均下来80克 相当于是菜番茄的四分之一 但是口感 可以这样说吧 它是要比这个很多水果都好吃 当然并且我们也了解 这种番茄的 它的营养价值 都是要高于这个水果的 所以说我对我们朋友 在种植端这一块去选择 因为市场的消费群体 下一辈对农产品的需求 有最早的 好比说在八几年 九几年的时候 大家对价格是非常敏感的 但是随着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以后 大家开始对这个品质要求又很高了 品质要求很高的情况下 如果你还是按照以前的 就是为了提升产量 然后没有任何底线的去做 然后压低价格 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你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因为毕竟消费群体改变以后 那么以后对产品的 好比说品质 农料残留 营养价值 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提升 所以对我们 中市府来说 一定要跟着市场的需求 来去调整 我们的种植观念 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保障 我们种植的农产品 很顺顺利的销售出去 不至于出现挤压 我们看 每年哪个产品滞销 滞销的一个最后结果是吗 都是常规的产品滞销 你见过什么样 高品质的产品去滞销过呢 是不是 今天给大家闭一个谣啊 有很多人说 采用无土栽培这块 去种植番茄啊 种植西瓜啊 各种蔬菜 说产量虽然很高 但是呢 就是品质不好 口感差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口感番茄 马上就快结束了 是从十月份开始栽种的 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我今天呢 就用测汤仪 来测一下我们的番茄啊 看一下这个口感 找一个熟的啊 看一下这个含糖量 这个含糖量 是多高 一般土壤栽培的那个口感番茄了 糖度达到八个 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口感非常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番茄啊 这是同样的品种采用了是无土栽培的模式 无土栽培呢 这个机制呢 我们选用的是椰康 我们把这个番茄的汤啊 滴到这个测汤仪 好 我们检测一下 树枝出来了 额埃杨温的看新目的 十点二个糖 什么概念呢 一般的水果 能上十个糖都很不错了 所以说采用无土栽培的一个 对口感提升是非常有好处了 反过来说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说就是采用这个无土栽培 这个糖度会这么高呢 原因实验很简单的 无土栽培呢本身它是一种现根栽培 既然是现根栽培 那么我们在这个水培的管理上 营养的管理上 就可以采用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配方 效果是立马见影的 但是如果我们采用土壤栽培的话 因为土壤有很大的一个缓冲性 是吧 这样的话你这个营养的管理啊 是很难达到科学的方法的 这个就是采用无土栽培和土壤栽培的 一个很大区别 再一个呢我们一般在后期 同样会采用了一个控水 控肥的方法去来提升 农产品的它的糖度 它的口感